兩部機車搶黃燈要過馬路 沒想到其中一部突然左偏 疑似要轉彎朝旁邊機車一擠 捧撞 兩人雙載同時倒地 至於被撞機車則因此失控 衝向對接超商 看到一個女生有爆炸 傷救護車 摔車的兩人匆匆起身 剛好巡邏遠景經過 停下來幫忙 事發在台中大渡 中遮路與遊園路一段路口 機車疑似沒打方向燈 說轉就轉 突然左偏導致車禍 幸好摔車的兩人都沒有大礙 苗栗也有驚險意外 路邊一部遊覽車停在白線內 突然間後方鑽出一名富人 疑似要穿越馬路 害得一部腳踏車閃避不及 與她發生擦撞 腳踏車更因此失控往前衝 蔡蘭直接就往停等紅燈的轎車 撞上去 騎機車騎單車或是走路 只要一個不小心 就可能撞出車禍 實在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記者中正寫 黃翔富王世函 苗栗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張貝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總握 每日時事 日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 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開啟小鈴鐺